在這裏過夜啊 在豐田王冠這輛的士還沒到之前 真是日產的世界 四代 大泵把 大鑼油 大白沙 火柴盒 這輛算不算我們開過最老的日本車 應該是 我們又遇到障礙了 今天很大挫折了 你說一下 突然發生了什麼事 眼睛很滴滴的 突然之間就死了火 然後反復撻 也撻不著 但電是夠的 我看你很爽的 電池是很新的 剛才我們做了簡單測試 我相信是最低級的創 很瘋的 這個簡單測試可能對大家觀眾也有幫助 撻不著的話 找人去車尾嗅一下死氣喉 如果不斷撻 但死氣喉沒有煙出 又沒有電油味的話 多數都會沒有油 很不客 我們現在在等油 要看你會兒 不停的 這次有些 她不停的 不動的 就是屎膽墊了一大 電流 变不上心 所以很多時候 加得一級2 就當時 Channel 開車的本車 有時候都會加一級2 OK 鞋子 哈哈哈哈 鲁Sir向來也很脾氣 所以首先耐性 哇 要在这里过夜 这个气氛很激烈 还听到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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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我的感觉 一波两折 是的 我两个爱终于着了大概八九个字 这个经验难能可贵 不断查不同的原因可能性 很大机会是刚才干了油 是的 没错 接着吸了脏液入油后 是的 顶着一顶 这一刻一关了 没了压力 没了吸力 没了红吸作用 没了红吸作用 之后再穿上不了油 只要好像神石的东西过渡 之后就没事了 穿了车的泵不断工作 有足够的真空便可以扯到油 是的 其实今早见你借车给我们公司的新办公室 新的展示室 一穿的时候我都退避三四 是的 很大烟 很大烟 混合比例 你有说过这辆车是6盘 是的 2000cc6盘 但是能使用多少个化油器呢 单化油器 是的 在中间一头一尾 那么远距离 如果天气凍 引擎还没暖 是 那些污化了的汽油 未去到第一第六 它已经凝结了 所以它一定要加料给它 弄得很浓 弄得很浓 弄得着绿 所以在引擎暖那段时间 如果天气凍是冷的时候 就买买黑烟 是 暖之后它自然会调节 你不用怕 但这部车呢 很老实 我在香港第一次见到 Gloria当然不陌生 Gloria曾经在香港买过 但已经很后期的版本了 这部车的历史背景更多 因为这部车是 其实廉格来说是Prince 是的 Gloria就是Prince的豪华车系 是的 尤其是这一款 当年是日本皇室 出过命令 做一批车给他们皇室用 所以设计得这么豪华 但同一时期 它的对手就是日产的Cedric Cedric就是最早期登陆香港的日本的士 是的 由于它的泵把比较大 所以大家就叫它大泵把 不是还有大拨油吗 大拨油230是第二代 当时合并了两家公司 变成一个日产 Gloria和Cedric 合并了之后 再没有独立的Gloria Gloria即是Cedric Cedric即是Gloria 那230呢 当然香港也会引入的士 就是叫大拨油 在丰田王冠的士未到之前 香港真是日产的世界 四代 大泵把大拨油 大白沙 火山盒 但香港这辆肯定没有做过的士 没错 这是私家车版 好像没有来过 但在日本有做警车 还有很多剧集好像有用过去 印象中 是呀 你看回以前《龙金开特种警卫》的歌 很久以前的豪华车 经常出现这一架 你幻想一下 捉协无我 駕駛到银座叠律言小卷 可能是这一架 是呀 但今天看回这辆车 其实很帅 当然了 追完索尺的话 看它的形状 看它的一些细节的设计 是美国的风格 不是欧洲东西 但当时学美国东西 有多羞恥 很老实 没有羞恥 你经常说 你抄我我抄你 但事实上这辆车真的不弱 有百多匹 也不少 而且是行overheadcam 是的 当年很多车仍然在行OHV 是的 它是一架SOHC 即是单顶特连軸 而且它的尺寸 还有over square 有利于高转 所以这辆车 最大马力是6000转 很高 很厉害 你想想 这是60年代尾的车 71年便没有了 现在我们开这辆是70年 即是差不多尾期 只是说60年代尾 实际上整个开发 这些车是早10年 那时候製造工程技术 没有现在那么厉害 开发一辆车是很多年 所以在技术上 你看它的规格有百多匹 6000吋最高马力 其实当日是很厉害的 是的 当然我们今天駕駛 就是另一回事 因为这辆车已经上了年纪 为何我们Tart会遇到这么多困难 听这辆车的朋友 有间公司说 其实零件真的很困难 但你真的看到 其实车厂也有很多东西 如果你真的要追求完美 其实也挺恐怖的 除了引擎性能出众之外 这些豪华设备 当时来说都是数一数二 原装冷气 前后也有 前后 还有后面可以教 后面可以教心 还有这些当时豪华车必备的 有些很厉害的沙发 真皮 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包胶 好像当时的士包胶 其实还有很多滑滑的东西 但这辆车还没收到很漂亮 刚才你也说过 车头有些金属 整件的声音 如果打磨得很漂亮 其实整辆车是闪亮亮的 很夸张的 怪不得是日本皇室都要用的车 今天驾驶 我觉得其中一件事 令我很开心 刚才我驾驶过 这个泰波真的令我很开心 对 我这种感觉 啃啃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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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很有步骤 很有儀式感 不单止是这样 你有没有留意 这辆旧的车 但它的转车比书家的车更轻松 是的 有理由的 你想不想解释一下 好 首先它只有四个车 齿轮小 惯性低 不会那么难去做速度的配合 第二 就是它的棍子 都够长 是 很长的好处就是 你转车是需要时间 嗯 那时间就是刚刚好 令到你的速度就配合了 现在你的小伙子 转车这么短 还嫌不够 只要转车快波滚 结果自己打瓦 打到嘎嘎嘎嘎 又在这 不关心的 其实不关人事 你自己的问题 Kennick 我们不是说你 Kennick 整个感觉 你是不会很急躁的 慢慢来吧 转车你又不会觉得错过 就像你所说的 就是你根本不用遷就 慢慢转 这个车很容易鑽得顺 不用特别技术 是 所以做黄色的车也挺适合 我们鑽过差不多年纪 FANSY那部 我觉得FANSY那部 比这部有些东西很相似 譬如 车盘的感觉 都是走珠色的 都是虚位多 你都要放着车来鑽 但是说到车身的动力 当然大家都是 又重又大 你不要说什么 dynamics 但是如果真的鑽 那部FANSY 我是鑽得比较松茸 这部我鑽得比较紧 我也觉得是 似乎 车架工艺 我们上次的FANSY是真的好些 这部 美其版因为日产和Prince合并了之后 共用了很多配件 例如 原本的后懸挂是DEDION Suspension 即是这部前一代 也是这一部 只不过是未合并之前 也是这一代 没有一样 对 是用DEDION Suspension 但到尾期 它们两家车中合并了之后 可能FANSYLIP 改了共用懸挂 用了LIVE ABSOL 再加LIT SPRING 老实说有辣有不辣 对 对 对 但舒适性 当然是有点大折扣 还有 前缘挂 我觉得很特别 我们装进去是看到有摇臂的 是的 它竟然不是我们以为的麥巴辰 上高它用一个很强的支撑塔顶 是 顶着它 跟我们现在看到 所谓的整体式车身 是的 力量是一气可成的 嗯 这部给我的感觉是各有各做 车厂有车厂做 是 头淡的塔顶有头淡的塔顶做 是 中间的firewall 就好像分开了前后 感觉是很奇怪 那当然 这是六十年代的设计 那时候 对于车身的一体性 防撞 光性 是没有现在这么讲究 亦都没有那么厉害的 final element analysis 去做车身光性分析 所以这是一个 你当去国物馆 看看不同年代的产物 就代表当时的技术 水平 当时的文化 去到哪里 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但它的头上好像是一个 sufframe 是的 你别以为sufframe是很近代的东西 它就是靠那个sufframe 就算今天走起来 已经相隔差不多50年车了 但其实后翼挺舒服的 舒适性还可以 其实很高 大家忘记了 刚才我们说的百多匹 这种状况未是很健康 否则我们也不用吃了 你别摊 但你说的底栈 舒适性 就是老爷车的那种感觉 游游游游 是的 大家记不记得以前的的士就是这样 五座位的士 是的 不知为何我会自现地停一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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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用的 你看到的士司机几人 直线直线 因为它的波棍行程很长 你转得下来 是刚好的动速 是的 而且它第四波是OD波 是的 即是三波是1比1 其实在香港这样的波段 可不可以用 我觉得平路可能会更好 斜路可能会更好 那在广东区駕駛的士 那当年怎么办 尤其是鸿沿路上山 马忌仙峡道的180度 是的 我知道 很多的士都站在这里 即是要慢慢转回一波 是的 老老sir 你有没有留意 今天我们駕駛这部车 在元朗区走来走去 当然我们没有入市中心 但也有很多人走过来看 还要是很热情 哇 漂亮的东西 在70年代 日本的士引入香港 虽然不是这一架 但是这一种尺寸 是令香港人移民一身 因为在这架之前 即使是Benz 也没有这架这么大 是的 没有的 Benz以外的 那些什么Osford 也更加不用说了 所以无论冷气 空间 各样东西都令香港人移民一身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童年回忆 而且这种比例 可能奠定了我们小时候 对车的形式 长的车头 长的车尾 四方的车身 刚才你说过 看回这架车 原来日产的线条 有点蜜落 是的 尤其是C柱 到后尾的转弯位 你见到它后来 无论是GT-L 即是第一代GT-L Skyline 再之后有什么Wilded Program 其实C柱的转弯位 都是一脈相承的 所以今天开这架车 性能可能谈不上什么 但给我们的感觉 我们好像回到禮院 启德鱼陆场 玩机动游戏 很开心 没什么速度 还有很多困难 駕駛这架车 但就很开心 这架算不算我们駕駛最老的日本车 应该是 应该没有吧 我脑里充满了吉田超人 小路宝 电光科学人 E-C Bar 还有捉捷无我 六年小卷 糟了 Canniff一定会说 我批是谁 其实我本来打算拍这部车 和你一人穿黑西装 像戴着白手套 是的 好了 今天试这架接近50年的日本车 其实我们真的很大胆 我刚才说 只有我们这样做 我们是傻傻的 又上了年纪又傻傻的 我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 再试到这麽大年纪 那就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以及我们的Facebook IG 现在很顺滑地转 就这样回来 是不是很像的士司机 是的 的士司机比我更快 切不切 有点切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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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